歡迎來到Yuki老師解題給你看 今天我要做的是作業30的第六題 這個題目是一支彈簧槍 然後這個彈簧槍它給我們Force跟它Compression的關係 那這個圖形其實在告訴我們什麼呢 告訴我們說這個彈簧壓縮了多少 它就會儲存多少的Potential Energy 那我們都知道Force跟Distant的圖形 它的area就是那個Walk 所以公式就在這邊 我們就透過這個關係來求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第一個小題 它是問說當這個彈簧彈壞到Release狀態的時候 這個物體會跑出去的時候的Initial Velocity是多少 那我們就透過剛剛我們說的這個公式 我們先找到說 它壓縮5.3公分的時候力量多大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是一個Linear Relationship 4公分的時候力量是0.4 那所以我們5.3公分的時候力量當然就0.53N 所以我們就透過公式1 2分之1乘以0.53乘上 這邊的長度我們要換成meter 然後會等於這個Release的時候的Kinetic Energy 好 那這時候V求出來是2.79 好 第二個小題呢 第二個小題它是說 好 這個它不但它釋放的時候呢 彈簧會有一個Stretch 1.4公分 那意思就是說在釋放的時候呢 Total最大的Potential Energy 會轉一部分轉為Kinetic Energy 一部分轉為這時候的Elecid Potential Energy 然後這時候因為生長量是1.4公分 所以力量是0.14 這只能上它的長度 好 那這時候我們算出來的答案就會是2.69 會比剛剛最大的時候會小一點點 好